好,同学们,来看一下我们本讲的最后一道题 来,请看一下我们的力气五 五星级题目,我们看一下 说在下图除法算式的每个方格当中 填入适当的数字 使数字成立,并使我们的箱要尽可能的大 那么箱的最大值是多少 那么同学们,这道题呢 它是数字名,并且它跟最值已经联系起来了,是吗 是 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它给出一个除法算式 那么箱是不是就这个呀 对 这个是什么 除数 这是被除数吧 那么我们知道,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数字名 我们第一步一定是先观察 先看一下它这个数字名是怎么算出来的 是不是 对 我们看一下它的每一步 说不定就会有意外的时候 OK 好,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七位数字是吧 对 被除数七位数除以三位数 那我们看三位数是不够除的吧 不够 不够除的,得看四位 四位是不是上一个数字 对 上一个数字乘以它 是不是变这个 嗯 这个呢,好了 这个减这个是不是等于三位数 对 三位数呢,这个又掉下来 掉下来以后又上一个数,是吗 是的 这个数乘以三位数等于它,是吧 对 那这两个相减只剩下一个七吧 嗯 是不是 只剩一个七 那么这个是不是掉下来了 对 这个掉下来,这个必须补一个什么 零 零对不对 对 所以说你发现,是不是有一般收获 嗯 你看,这个商的十位它就是零 那它是零,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掉下来,然后呢,还不够就补一个零,对不对 对 这个再掉下来的话,我们发现呢,再上一个数,这个数乘以它就等于它,相减等于零,是不是 对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好了,那同事们呢,我们就发现这个是零 现在呢,我们就没必要每个去试了 嗯 为什么呢,同事们谁知道 因为,题目只是问我们这个商最大数多少 那我一定是奔着这个商去,对不对 那其他,比如说这个位置是什么,你要管它吗,现在 不用管 现在不用管它,你就看商最大 要是这个数最大,已经确定了一个了吧 嗯 那是不是其实要看它的千位要最大 是 如果千位是什么,那就好了 嗯,应该是9 诶,如果是9,那就好,好玩了,对不对 嗯 那么看满不满足,来 如果我假设这个千位是9的话,那同事们注意 那么9乘以这三位数,是不是等于这个数字 对 来,我们一起来看一下,9乘以这个除数,是吗 对 除数就等于,是这个样子的吧 嗯 是等于这个 那同事们,那它现在是能办到的吧 嗯 因为,你看,9乘以三位数等于四位数,很多都能满足,是吗 嗯 好了,它9呢,是满足的 嗯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,这个地方的话,如果是9,是不是也爽了 对 嗯,我们看一下,如果它是9的话,我们看一下,如果它是9,请注意了哦 嗯,它是9的话,9乘以这个三位数,是不是等于这个了 对 嗯,同事们,在这里你要注意哦,这个数字,我们知道,这两个相减,居然这个是7,只有一位数 对 说明这两个数字相差,最多相差在10位上,对吗 嗯,不可能在百位上也有差别吧 对 所以说,你这个是0,我这个B是多少 0 诶,我这个B是0,能理解吗 能理解 能理解,因为我这两个相减,只等于7,你这两个的百位必是相同 嗯 3的百位,乘以这个除数,嗯,是不是应该等于这样一个东西 对 等于这个框框,然后0,0,框,是不是等于这个 对 而我们知道,9乘以这个除数,是等于这里这个百位是2的 嗯,是不是 对 并且这两个数字是不是应该也相同 对 相不相同,必须相同 相同 所以说,这个地方的话,还能是9吗 不能 因为是9的话,这个地方就应该是2了,是不是 对 所以它已经不能了 那同事们,因为它不能的话 那我们现在应该让这个地方最大是多少呢 是不就是8了,对不对 它最大呢,只能是8了 嗯,好了,它是8的话,它也满足了,是不是 对 现在呢,至少我们推理的过程当中,发现它是满足了,OK 明白 好,那它是8的话,980,是不是差它的啊 嗯,它要是9那就爽,对不对 对 好了,在这里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它是9,9乘以它的话,应该是4倍数吧 对 现在这里只有几倍数 3倍数 3倍数是吗 嗯,所以说你是不可能是9的 嗯,那么是多少呢 别着急,我们看这里 这个是不是700多 对 那说明这个也是700多吧 嗯,我现在是不是要使这个箱最大 对 箱要最大的话,注意听哦 我要最大的话,我这个东西乘以它 嗯,是不是等于它 对 我要最大,说明你是不是要最小 嗯,是尽可能小 对 是不是,我这个越大,乘以这个数的话 因为等于这个700多的 嗯,所以我这是不是要尽可能的 这个要尽可能怎么样 小 它尽可能小 它尽可能小,它是不是尽可能大 对 并且它,这两个乘起来是等于700多 嗯 那700多的话,我们想一下 注意听哦,一位数乘以三位数等于700多 是不是 嗯,对 等于700多的话,我们要使这个尽可能大 老师问你啊,嗯 这可能是7吗 不行 诶,好像可以嘛 如果是7的话,这刚好是100 对 是不是变700了吗 对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呢 它的百位 有同学,他发现 他说,老师 如果你这个是7的话,是不是就变100了吧 嗯 是不是这个意思大概 对 好了,那么这100的话 9乘100怎么可能等于4位数呢 8乘100怎么可能等于4位数呢 是不是 你不可能哦,为了让它是9,我要宁可能前面是1吧 那不会这样吧 嗯 那是本末导致的呀 对 我们是优先考虑千位让它尽可能大 嗯 也就是千位百位是不是都互电的现在让它 嗯 我就看它将就它对吗 嗯 所以它就不可能是什么 7 7 那8更不可能对不对 对 那又它是6呢 它是6的话,它是6的话 那么6乘以这个东西 那最小是不是700 700 嗯 那最小是700的话,那是不是只能100多了 嗯 100多的话,那9乘以这个100多也不可能等于4位数啊 嗯 能等于吗 不能 能 9乘以100啊 不能不能等4位数吗 能 能 但是在这里要注意 如果你乘120的话,你这个地方要保证是2 嗯 并且你这个8就是8 8乘以这个东西中间是00的 是不是这个意思 嗯 好了,在这里呢,我们呢是要尝试的 这个地方告诉老师 它要最大,它是不是尽可能小 对 这两个乘起来,是不是应该等于700多 对 是不是,嗯 那么它最小是不是700 是不是 是 最大是不是799 对 是吗 是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那么这个东西乘以它等于700 最小的话,我们经过尝试 其次要满足9乘以这个三位数等于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,8乘以这个三位数等于中间是00的 那么我们经过尝试 其实这个地方,如果是3的话 嗯,我们是可以满足的 最大是3 那它3的话,比如这个地方是250 嗯 或者251 都是满足的,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是3 这是250的话,乘起来是不是750 对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750的 嗯 好,那这识别是750 相减00 对 好,我们看一下 如果它是250的话 9乘以250 是不是刚好等于2000多 对 是不是,这个地方也是2吧 对 那8乘以这个250 是不是也刚好是中间是00 刚好是2000 嗯,对 没有问题吧 没有问题 如果这个是251也是可以的 252就不可以了 我们可以试一下 如果252的话 9乘以252等于这个吗 我们来算一下 来,同时一起来看一下 好 我们看 9乘以252吧 嗯 我们看一下 2918 对 5945加他46 对 然后2918 22 对于9来说是满足的吧 是 但是我们看一下 如果对于8来说就不满足 252乘以8 怎么可能中间是00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816 是不是 58 40 41 2816 20 是不是01 对 252不可以吧 如果是1的话是可以的 因为他没有进位 你看 对 18则8 我们算上18则8 因为他是1的话 5840 2816 是不是还是满足的 对 是不是最少应该是多少 250 嗯,是不是 对 因为你看8乘以这个都是要等于中间00的 嗯 所以说他是不是应该是251 对 251 252就不行了吧 不行 能理解吗 能理解 那么这个题呢我们就发现他的商啊最大就是9803 嗯 他满足条件是9803就是250或者251 那么其他一系列你是不是能填出来了 对 因为这两个商城是不是刚好等于他的 对 OK 明白 好,那么这个题呢看似比较复杂 但是我们一步步下来呢它也是能推导出来的 嗯 好了,那我们现在简单看一下它的过程 嗯,那同学们这些呢,许晨老师就不念了 你可以把视频暂停来听一下,好吗 好 好,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了 嗯,那这些呢,同学们可以看一下 好,我退去看一下 好,那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最大是8 嗯 好 好,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最商最大可能是9803 嗯 那么同学们这个金事业呢,其实呢 是我们这个数字里面很多时候是必不可少的一步 嗯,就要同学们去尝试一下了,好吧 好 好,那么这道题我们就讲到这里 那同学们,那最后我们来看一下本讲 也就是说我们数字名问题的上讲 包括我们磨刀边和砍柴边的精髓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本讲精髓 首先呢,数字里面我们一定是叫突破口是吗 对 但很多同学不知道突破口在哪 其实突破口呢,许晨老师说 通常在4个位,还记得中吗 嗯,应该是 首位,末位,借位 是这4个位吧,对吧 嗯,那这些呢,也还不足以把我们很多题都把它做出来 我们还通常要结合数的位数 数的位数,以及数的机有性 还有我们的分解技术等等 加上这个每举和排除的方法呢,来综合起来做题 许晨老师一直都说,我们数字名啊,它是一个什么 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活,对不对 嗯,并不是很多人呢,都能把它掌握得非常好的 嗯,但是同学们也没有必要刻意的去复习 为了准备什么银唇碑啊,中红碑等等 没有必要刻意去准备 因为数字名呢,这种东西啊,它用了很多支枕都是平常来积累的 嗯,同学们没有必要单独去做光做数字名 啊,老师我花五天来光做数字名 我跟你说,这样效果不大,并且你会晕的 明白吗?明白 好了,那么同学们,我们这讲就到这里 我们下讲,再见咯,拜拜 拜拜